現在由我把無人裝法的每一式慢慢講解 希望能夠表達清楚 大家一起研究 無人裝法的第一式叫三星錘 又有人叫三星連雲扣打 到底是甚麼回事呢 三星錘就由雲手開始出三錘 1 2 3 這叫三星錘 三星錘又叫連雲扣打怎樣扣 雲手這隻扣手出錘 回來時又扣這隻手再衝拳 只有兩錘扣下方衝拳 這叫三星連雲扣的目的就是每一拳都有扣手的效果 這樣就不難 1 2 3 這叫三星錘 在無人裝套套裏我先打右手 2 2 3 我們介紹的都是以三星錘為主 因為你傳統都是這樣合法 有人叫三星連雲扣 三星連雲扣就由你個人喜愛 為甚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三星錘是一個迫步連雲打的技巧 大家也要自己著情地考慮一下 看看如何打得更加好些 我建議都是用連雲錘的方法打 這是一個 即是可以打快些快些快些 迫入去打 谢谢大家